我看你开始是很喜欢欠三万的 没有 是这样的 哥哥姐说他们最开始的话 因为欠三万每天都对我很好 然后 他就是每天就是 无视献殷勤 每天跟着我 然后我没有答应要做他 不是我是这样的 我是跟他说 他每天都跟我说他喜欢我 我就跟他说 那我们可以试着处一下 结果才一两天 我就发现这个人有点不对劲了 然后我就没有再和他相处过了 我就说算了 我们两个不适合在一起 然后后面他就很无赖 每天都跟着我 然后到现在的 到现在就是 我有一听到欠三万这个名字 我就浑身发抖 我就想跑 就是我不想跟他有任何关系 对 阿姨默姐姐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在我回四川了哈 欠三万身上一点优点都没有对啊 哥哥姐说他们 其实他这个人也不坏吧 他这个人也不坏就是说怎么说呢 我要怎么说呢 就是从小娇生惯养 所有人都惯着他 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哎呀 我就是骨子里面就 那样了 你不用再去说那个欠三万 我也不想说 但是我发现我直播间里面啊 每个人都在说他 我一不说他啊 我都已经不想说了 然后 就那个 阿涛他们会惯着千三万 没有 哥姐说他们 涛总的话 从来没有惯过他 就是他太无赖了而已 你们其实不知道而已 对懒人 千万不要被千三万纠缠了 哎呦 真的要是被千三万纠缠了 那日子还真的挺难过的 就算前面那段日子 他就每天来纠缠我 哦不 真的 脸皮特厚了 我每天我去收获啊 我都不知道他是怎么跟着我的 哦不 每天都来我直播间里面 像个演员似的 在我后面眼来眼去的 我气死了 你有孩子了吗 我还没嫁人呢 对 千三万是 对他老婆跑了 我也不想提千三万 各界叔叔阿姨们 你们也不要提了好不好 因为 你们只要在公平上 打了千三万什么什么 我就得回应你们呀 其实我 真的一点都不想说他 你们看 你们又来了 千三万 哎呀这儿有一群小孩子 千三万 反正掏总的钱没有 你们觉得他会还吗 各界叔阿姨们 你们觉得千三万会还 涛总的钱吗 你们觉得他会还吗 你们觉得 千三万会不会还 涛总的钱 各界叔阿们 你们猜一下 你们觉得 千三万他会不会还 涛总的钱 你们想一下 他会不会还 对呀各界叔阿们 你们都知道的事情 为什么还要来问我呢 他怎么可能有钱还给涛总呢 就算他有钱还 他也不会还的 只要你那个钱啊 到他手上了 就是死了 那个钱 你不可能要的回来的 人家涛总他也不知道千三万是一个这么言而无信的人 涛总也是希望他能够好起来 对不对 人家伸手帮他一把 人家出手帮他一把 结果他的话就是 一点都不会感恩 哎呦 真的我是 千三万有孩子他不管吗 你们觉得千三万他会管孩子吗 他连他自己都管不好 我说真的都不知道他是怎么 他是怎么有孩子的 我都不知道 他那些孩子都是 他家里面的人帮忙照顾的 他不可能会去 哦 去照顾孩子啥的 不可能的 哥哥姐摔嘛 你以后不要相信千三万那个人 我就从来没有相信过他 但是 哎呦 怎么说呢 还是会有很多人因为不了解他 啊 会去相信他 然后 甚至还有人为了他来骂我 真的 有的人就会来发消息给我说 你自己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还每天在直播间里面说千三万 什么 说人家山总 你自己是个啥样呀 会有很多人这样来说我 但其实我真的是一点 我不只是在这里这样说他 我在他面前说的更厉害 我是不会一点都怪 我是一点都不会惯着他的 我讨厌一个人就是讨厌一个人 啊 我也不是背后说他坏话 因为我现在在这直播 有可能千三万现在就在我直播间里面 我跟你们讲 因为 呃 千三万 呃 有可能现在他就在我直播间里面 这不是在说他坏话啊 他每天都能知道我说他什么 莫小宇是谁啊 哥哥姐叔叔阿姨 你们还没有给我点关注的 去给我点点关注啊 加入我的粉丝团啊 谢谢你们 嗯 对不提他了 以后这个人啊 不复存在了 哥哥姐叔叔阿姨 咱们的直播间里面不提他 也不会让他出现在这里 就是 说这句话的人 他不了解千三万的人 算了哥姐叔阿姨 没事啊 没事 最近漂亮了 怎么可能啊 哥哥姐叔阿姨 我最近老沧桑了 因为我最近的话就是 嗯 太忙了 哥哥姐叔阿姨 我每天都在收货 拿去街上卖货 每天都早出晚归的 嗯 谢谢你们啊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嗯 你们现在都该吃饭了吧 你们都应该吃了饭了吧 七点半了 哇 七点半了 我还没吃饭呢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要吃啥 我自己一个人 哎呀 挺难的 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住也挺难过的 跟着家里面的人住更难过 哎呦 真的 做人太难了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气色不好是吧 挺累的 哥哥姐叔阿姨们最近 不提了啊 回去吃饭吧 我现在就在门口 我待 我待会儿 嗯 在那个 旁边 随便 就是 找点 不行 啊 我正在吃饭 我正在吃饭 你来吃点 你们多吃一点 就当帮我吃了哈 原来的名字很好听的 哥姐叔叔阿姨们 我想从头开始 我想重新开始 所以我才会去改名字 和男朋友一起生活 才有信心 也不吧 哥姐叔叔阿姨们 就是说 我长这么大 也没有跟一个男 说一个男朋友在一起啊 我自己一个人 我过得挺有信心的 反倒我觉得说 身边有一个 多了一个人以后啊 就会 才会 过得 那么 就是 才会过得很累吧 嗯 有对象 有有对象的好处 没有对象 也有没有对象的好处啊 对 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 是的 嗯 我没有在云南了 哥姐叔阿姨们 我的话 在四川呢 嗯 是的 毛毛啊 谢谢啊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这是我的号啊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这是我的号 没试过 嗯 你体会不到那种幸福 啊 那好吧 以后我会试的 但是现在 现在就算了吧 嗯 现在就算了 像阿涛那样 我觉得像涛总一样的男人 可能遇不到吧 涛总是真的很爱 很爱他老婆的 很爱很爱 很爱阿姨莫姐姐的 就是 涛总是我第一个 就是我 见过的人里面啊 就是可以说是最最好的那个人 他对老婆好 呃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千三万在哪里啊 哥姐叔叔阿姨们 我求求你们 你们再不要不要在我直播间里面说那个千三万了 嗯 我我都说了以后咱不提这个人了啊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咱不提这个人了 别提这个人了吧 嗯 对 涛总那个人挺优秀的啊 真的啊 就是他能 就是顾及到每一个人 然后心挺好的一个人 嗯 也没有价值 也没有一点大老板的价值 嗯 他挺 就是 他挺厉害的 他就是一个成 妥妥的一个成功人士 呃 挺优秀的 但是他也没有什么 呃 老板的价值呀 反正挺好一个一人啊 我们是怕他经常去打扰你 嗯 不会的 哥姐叔叔阿姨们啊 嗯 他身边的男孩子也挺优秀啊 就是太优秀了 他们那些人太优秀了 我 嗯 你们就不要妄想着说 涛总身边的人会和我啊 有什么关系不可能啊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就是人家也看不上我的啊 我也没有那个自信心去和涛总身边的人 处对象啊 嗯 嗯 为什么老提欠三万是干什么 谁喜欢他 谁去找他 对 咱不提他了啊 咱不提欠三万了啊 哥哥姐叔叔阿姨们 娜娜今天下午 五五点 五点阿姨莫预约直播的 怎么没看到 今天下午五点吗 我没看到 我没看到诶 你们去关注一下他们的号 如果他们直播了你们就能第一时间去看到了 但是我这几天因为我太忙了 我没有时间去看这些东西 我一直在就是街上收货 你哥哥放假没回家吗 回了一会儿 但是就跟我一起一块去吃了个饭嘛 然后他就去做兼职了 然后也没有回去 因为我那个后妈挺不友好的 就是回去也没意思 他就直接去做那个寒假工了 然后等上学的时候又去上学 结婚 结婚早得子 还早 不怕呀 哥姐叔叔阿姨们 我爸爸都是三十多岁 要四十岁的时候才有我这个孩子的 所以说 咱不着急吧 主要马现在回到自己家了吗 我现在在外面租了个房子 就是我在四川这边租了个房子 我在我在这边就是自己租了个房子住 我就不想回去 因为回去的话 哎呦那些人就是我后妈呀 小表哥呀那些人 我真的一点都不想和他们有任何关系 普通的打工你嫌不嫌弃 我为什么要嫌弃呀 哥姐叔叔阿姨们 我自己 我自己也不是什么 就是说 呃什么成功人呀 我 我还不如打工的呢 我为什么要去嫌弃打工的呀 对不对 女孩子花期很短 不会吧 哥姐叔叔阿姨们 你今年多大了 你们猜一下我今年多大了 看上去挺老了 哈哈 因为的话呃我也没有那么注意注重保养 然后呃其实过得也不是挺好的 啊 对哥姐叔阿姨们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啊 哥姐叔阿姨 我今年应该是24岁了 去年23啊 我今年2月份以后 我就应该是24了 对吧 嗯 你不要讲在什么地方哦 对 因为我一旦我 我我我一说我在什么地方哈 就就有人 哎呀我后妈和小小表哥就马上会知道我在哪里 有可能他们现在就在直播间里面或者直播间里面还是会有他们的人 所以我就不想再说我在哪里了 嗯 反正这几天我都是挺安全的 就是没有这些人的打扰 但是我不知道过几天会怎么样 但是我觉得小表哥的话应该找不到 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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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外地的什么都不建议啊 啥子 啥子 无灾无难无病无痛 嗯 好不好 你们说好不好 呃太晚了我还没吃饭呢 我先去找点饭吃 行不行各姐帅们 然后明天呃我又给你们开点开一下播 行不行各姐帅们 谢谢 谢谢你们送来的粉丝牌不用送了啊各姐帅们 谢谢你们啊 呃那我就先下了 呃明天再来看我哈 一定要来看我哈明天 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